以崭新的视野观察校园生活环境 体验从采访到剪辑的影片制作过程 新一国小举办的梅开眼校影展 秀出学生们的学习成果 新一国小获得教育部补助 这个媒体素养基地学校 已经迈入第二年 今年的主题叫做梅开眼校 也希望透过小孩子的视野 来体验感受校园的美 学生在延续第一年 对媒体的基本认识 培养批判媒体 视读媒体能力以外 还有制作简易的拍摄技巧媒体以外 到了第二年 我们更透过走出校园 到我们在地的媒体 包括我们中家 我们也引进外部的 三立的这些专业的主播 以及我们师大跟四星大学 他们都有专业的师资 来带领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学生 那在这第二年的梅开眼校呢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培养孩子 从自己的视角 来了解校园生活的点滴 从孩子的角度来诠释 理解他们所生活的环境 那我们也期待 透过这样持续培养媒体素养的能力呢 能够让孩子善用媒体 然后能够发挥善的力量 然后来改变周遭的生活环境 这也是我们媒体基地学校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那也期待我们落实这个教育部三年的计划当中 明年预告的梅飞社会 让我们的这个学生的媒体素养的学习成功 能够展现更丰富的自主学习探索的一个能力 也期待我们所有的亲自身家长们一起来支持 持续地来努力 面对数位媒体时代的来临 资讯获取管道多元 学生如何具备理性判读和批判的媒体素养 已经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新课题 媒体素养的课程让我收益量多 一年前我还不会辨别网路上讯息的真假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会盲目地相信网路上的讯息 也会经过查证再撞出来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假新闻辨别的知识 然后也学到了很多影片拍摄剪辑的技巧 然后我也终于知道拍出一支好的影片 是要花多么多的心血才能完成出来的 经过了这一年的媒体素养课程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假新闻辨别的知识 还有更多各式各样的媒体资讯 希望我以后可以运用这些知识能力 在我的生活中 透过媒体素养课程 引领学生主动探索新媒体世界 具备终身学习能力 和社会责任心的新世代公民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